好的 各位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新一代男神 安俊鵬 哇 帥帥帥帥 俊鵬 問一下 問一下 欸 可以這樣叫他嗎 俊鵬 可以 沒問題 沒問題 問一下 就是你以為你之前都是拍這個偶像劇比較多 那這次拍這種比較硬性的 軍事的題材 你有做了哪些準備跟挑戰 這樣吧 我來還蠻新的 因為我之前在戲裡面就是演示一個新兵 所以因為我本身是沒有當過兵的 所以 關於這一點的話 我是沒特別多做準備 就是 所以等於就真的來當一次兵 就是真的來當一次兵 真的來給他們兵 因為我覺得大家在那個狀態 跟在那個高登島 還有在南竿跟北竿這樣拍的狀態內 都是一個非常緊繃 跟是 真的是有一個那種的感覺 所以你會整個人很集中精神 然後會很 狀態是會很緊張 然後很緊繃 聽說你們都有挖跳啊 仰臥起 做出力氣的那些的 然後交互蹲跳 是真的兵就對了 真的兵 有一場戲就是 我們新兵剛到 然後老兵要兵新兵 然後就他開始做伏地挺身 然後一直狂坐 那個大概前前後後 因為有特寫Longing 這樣大概有坐了200下 是真的來就對了 真的坐了200下 坐到後面真的是覺得 懷疑人生 真的是到底是累到不行 我真的已經爬不起來 對 所以那個狀態就是 其實很真實的呈現在那個上面 對啊 所以你是真的當一次兵 就對了 對 真的是當一次兵 欸 那我問一下 那因為現在有些網友在網路上留言會說 少部分啦 有些人會說 不願意報效國家什麼的 你自己演完這樣的感覺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願意 現實真的中 你會願意報效國家 如果有需要的話 如果有需要的話 當然是會 當然會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對哪些 就是譬如說 趙哥他們都有些對手戲 對他們的印象 或是有沒有哪個演員 是你比較特別有相處過的 MAKIMU 對他的印象 他的情感 跟他的一些眼神都很棒 他都會給我們很多人量跟力量 我覺得大家是用生命在這個狀態裡面 了解 對 欸 那這次你剛剛說操演很久嘛 應該是身材很精實 因為我們486的媽媽粉絲很多 我幫大家來幫他驗證一下好不好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沒有沒有 沒有那麼快 欸 很厲害好不好 真的蠻厲害的 各位有福氣的 就精 精實 精實可以多看一下我們國際小白社 欸 那你有聽過我們486團購嗎 我 我比較少在購物 對不起 我跟你講 我們主要是販賣一些空間清晰機啊 這個掃地機器人啊 那我們就是賣得很好啦 那我們老闆正式就很支持我們台灣的影劇 然後就投資了1500萬 對對對 你覺得這個投資 我覺得 對對對 很感謝 因為有這樣子投資這個影視的這個作品 會讓我們更有一些資源 對 對 我覺得很棒的一件事情 大家要支持我們的國際橋拍攝囉